現場發出正正歡笑與尖叫聲 本來是台北市副市長鄧家基 手上拿著泡泡機 教導新一區三星國小的低年級學生 如何正確塗上肥皂洗手 雖然只是一場遊戲 但是學生們口中的鄧爺爺 還是跟大家玩的不亦樂乎 在五六月很可能是一個流行的季節 那對這個幼教的小朋友 那麼在感染的風險上面 我想從學校 家庭 那麼整個社會都應該幫忙做避免 所以剛才介紹這幾個洗手的步驟 我想只是基本的 但是我們做家長的衛生局 市政府加強照顧 學校來加強照顧 讓小朋友都能夠快快樂樂 我想這是很重要的事 為了宣傳防治腸病毒 台北市衛生局特別結合教育局 共同舉辦洗手不馬乎 戰勝腸病毒活動 其中副市長鄧家基 與衛生局長黃世堅的來賓 特別扮演成洗手部隊 用生動活潑的方式 教導孩子們勤洗手 才能防止腸病毒的入侵 因為洗手還是整個防疫 不只只有腸病毒 包括流感 禽流感這些腸病毒 洗手都是最重要的策略跟方法 在每年三月的時候 教育局這邊在學校日 還有親職教育的部分 給我們再把腸病毒 這個疾病的傳染的部分 做一個加強的宣導 把手弄濕 塗上肥皂 雙手搓揉 沖掉泡沫 再沖乾淨水龍頭 洗手舞步驟只要確實完善 能夠防止高達九成的腸病毒感染率 衛生局表示腸病毒 將在五六月達到高峰期 希望透過準確的防禦措施 讓懸空遠離疾病的威脅 台北大臺北書類新聞曹登華 採訪報導